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历岛位于雷州半岛中部 四面黄海 一个岛就是一个村 北历村 广东省唯一一个海岛上的省定贫困村 轮渡是来往北历岛的唯一公共交通工具 每天早上六点半到晚上六点营运 每小时一班 1978年出生的吴飞卓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 他少年十岁父亲出海 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足腿 黄婉明比吴飞卓小四岁 患有小儿麻痹症 2010年两个人组成了小家庭 家里先后迎来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2017年广东省及当地财政补助四万元 佛山对口帮扶资金补助五千元 加上亲朋好友借钱 无非卓家的威房变成了新房 比以前好一点 因为我们都建计房子来住了 觉得压力不是很大了 这部书是2010年房子盖好的 新房子啊 平时他们过来的好处嘛 他们给我的红包嘛 即使在海边朝着的夏天 无非卓每天都穿着干净整洁的衬衫 纽扣必定扣到最上面的一颗 车里干干净净 加上服务周到热情 他的车总是第一辆坐满 坐好 赚钱以外的所有工作 几乎都由黄婉明一个人扛起来 我在家辛苦 人家在外面更辛苦了 不能去外面赚钱了 就是要把家里搞好了 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行动不变的黄婉明 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2019年6月 吴飞卓举家搬到了北历岛对岸 租住在亲戚家的房子里 一直被返回去了 记住了 爹梁 陈傭 我走路了 咱尔 爹梁 坐骑 骑 是 骑 骑 我猜 骑 照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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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倒下了 他們就沒飯吃了 老師拖地他也拖地老師 幹什麼他也跟他幹什麼 我說你學會拍馬屁了 我就不是拍馬屁 他爸爸每天回來 就他自己拿去泡啊 拿那些給他爸爸洗澡 要用水的時候 他們就要提用水給他爸爸洗澡 我給你拍的 我給你拍的 貧困戶鄧細根的新房 建在偏僻的爛尾瓶 最近 黃昭五來鄧細根家 比往常更勤了 這很漂亮了 它還是有點折現色 你還是要把它綁一綁 不用拆 鄧細根先天性聾雅 為了方便出行 2020年5月15號 在黃昭五的建議 在黃昭五的建議下 新買了一輛摩托車 沒想到 剛買摩托車三天 鄧細根就出事兒了 鄧細根就出事兒了 在多處的十多亩地過火 眼下最大的那塊黃昭地裡 需要經常有人去除草 天堂村盛產黃昭 有四五百年的種江市 幾乎家家種江 全村每年有兩三百萬斤的產量 銷往全國各地 今年的黃昭立下了 現在的話已經都八塊半了 2016年以前 能賣出好價的黃昭 卻一直沒能給鄧細根家裡 帶來支撐生活的收入 鄧家是全村最困難的一戶 黃昭五是2019年5月份 來到天堂村的 中間多少 三畝 一米多少 兩畝 你兒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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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歲 兒子呢 蛇歲 在日常那邊 就在你哥哥那邊 最早住戶 沒帶枕沒帶筆 兩個人就拿點水 用手這樣畫 才可以溝通 在後來我們就兩個人 有時候筆劃一下 都可以理解大概什麼意思 我們現在夾了微信 把微信他也看得懂 看得明白 短短幾次接觸 不能用語言表達的鄧細根 倒是讓黃昭五刮目相看 天堂村周邊山上多石頭 土層薄 不適合耕地 鄧細根 卻能夠東一塊西一塊 開出一些巴掌田 經過2016年開始的精準幫符 鄧細根一家有了教育幫符 生產資料的補貼和講補 生活有了起色 種江 種水稻 養鴨 鄧細根忙到腳不沾地 2020年年初 黃昭五卻建議鄧細根 來了一次小創業 這個建議 提到了鄧細根的心坎裡 搞一個理畫師 他上過幾年 龍雅協校 就是一個協理畫 可以利用這龍芒哲音 就幫村民一下化 增加一些收入 他也同意了 說要做就做 鄧細根很在意這份手藝 2020年3月4號 天堂理髮室開張 理髮剪只要在手 鄧細根立馬精神見長 自信滿滿 有了幾個月的口口相傳 十里八鄉都知道 村子有家天堂理髮室 回頭隔越來越多 每個月能掙個兩三百年 有眼前 他找到最人生的價值樣子 理畫的前途介紹會 2020年6月30號 鎮上醫院來到爛尾平 為鄉親們一診 鄧細根家門口 熱鬧起來 一診還沒結束 鄧細根就忙起來了 這個上午 天堂理髮室火了一把 鄧細根接待了11個人 收入了110元前 2020年7月8日 酷暑 多滴露面溫度超過60度 樂昌市當季的西瓜銷售 已經到了尾聲 河村瓜農秋陪冬 有點著急 原本估計著能賣4元一斤的西瓜 現在只能見賣 還要儘快賣完 西瓜能賣2塊2塊 在山上有抬頭 15塊6 這種好吃 我知道 1幾千斤 1塊8 1塊5 1塊5 我媽那天買1塊 1塊錢 也是黃色的 1塊3 買6-7塊 青椒 你不賣完這個瓜 你哪裡睡得安心 明天萬一下雨 1萬斤瓜再沾上地 它給你爛了個3千斤 1塊錢一斤它也3千塊 對於我們農民來說 3千塊錢已經是很多的了 去年石墨零七分田 全部被水淹完了 還虧了我1萬8千多塊錢 被幹了一年 秋陪冬當下的急 跟一個月前西瓜剛上市 便遭遇當頭棒喝相比 卻顯得微不足道了 到了2020年 河村扶貧工作隊最緊要的工作 便是求扶貧成果的穩 今年有一項重要的任務 就是茶路補缺 對於每戶的托貧成果 也是有一個監測 預防它反貧 鞏固它的托貧成果 2020年 秋陪冬和別人合夥 在水淹不到的山上 一口氣租下一百四十多亩地 想打個漂亮的翻身仗 我們這個是從日本進口的彩虹西瓜 我們這個是從日本進口的彩虹西瓜 一般是走那個高端的水果市場 能夠賣到四塊錢一斤的 他是看到我這個品種 願意打火進來跟我一起種 種了五十畝左右 有創業鬥志去做這個事情 我們也是很驚訝它今年一下子搞這麼大規模 嘗一下我們的西瓜 好 我試試試試 選擇種彩虹西瓜 源於2020年年初 一位香港的水果商主動找上門 我們包種它包賣的 如果沒人包銷的話 我們哪裡敢種那麼多去那麼遠 沒想到第一茬彩虹西瓜品質很好 瓜熟了 蕭露卻說斷就斷了 這麼久都沒見到他了 人也不知道去哪裡了 除了幾千金刮的給他 也沒有來拿 也沒拿錢給我 那就只有我們自己想辦法了 修培東的困境扶貧工作隊看在眼裡 只是一直沒想到好的辦法 我雖然沒讀到書 但是我的頭一腦反應還是蠻快的 我跟他反應了一下 現在我還發信息給他在這裡 6月份的11號 我就說領導你好 你們要去市裡面反應一下 三輪車又不給出去 馬路邊又不准擺賣 農民實在是沒辦法活下去了 我就這樣發給他的 修培東提出來的擺攤 倒是給工作隊提了個醒 前面靠路邊是擺攤的位置 不光他一個人反應 還有其他村民也反應這個問題 整個村民的農產品銷售 都是一個儘管重要的 像我們這種人是不是淘汰了 我們這種人啊 烤車跑也烤不到了 像這種車不能出街了 種點小菜這裡不能賣 最簡單的啊 買油買鹽都要點錢啊 是不是啊 他可以擺的話 至少一千幾百金瓜 他還是賣得去啊 為破解西瓜銷售的困局 工作隊決定從小處著手 臨時協調起路邊經濟 中央文明辦主動適應 常態化疫情防控形勢 在西省近日下發通知 安徽影上線管仲老街 湖南長沙市坡子街 打造夜間經濟 允許商鋪佔道經營 活躍城市的經濟 趕上疫情期間 為促進復工復產 國家在2020年3月出台政策 允許商戶商販 臨時佔道經營 出現吃的 佔友台 時佔順家 運動 制衡 充滿 你們多時間 等級 檢查 大家可以啊 在这里一天的话可以卖到1000斤到1400斤 到了7月8日 邱培东着急的是剩下的1万多斤西瓜 最好赶在下一场雨来之前能卖完 没想到路边摊上的灵敲碎打 有时也会转化出惊喜 我都应该在山上炸瓜嘛 这些都很熟了的 黄薯南卖瓜自卖自夸 一般都有13度多 一般都有13度7 都去顶马领海了好不好 好 昨天在路边卖瓜 吃的好吃 今天又来了 就便宜一点卖给它 有了更长远的想法 我们下部考虑呢 在村里面套我们这边的位置 能够批出一块区域 建设一个专门的购物街 提供摊位给这些村民的摆卖农产品 我们这里现在开的这个公路还好 可以卖一点 不是啊 真的给设备淘汰 这样啊 爸爸不种那么多亭了 这么多亭就往这样多一点钱 你们读书 都要搞房子 这十多年了 他那很小的 这没出事就种七八母亭 我都不知道哪里 我都不懂哪里 我都不懂哪里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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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几个一个 2020年夏天 珠港村贫贷 吴正辉的脸上 总是挂着笑容 前一年 吴正辉种植的65亩碗稻大丰收 亩柴1200斤 加上养鸭子 帮人离田收稻 各项收入加起来 六万元 爸爸去年挣了钱 买了冰箱 电视机 还买了丢上 装了款式 吴正辉一家五口 原本住着一层小冰房 是1995年盖的 至今还是水泥地面 厨房里是土砖器的灶台 生活做饭满屋墙面 被烟灰熏得黑漆漆的 2019年买粮赚了钱 吴正辉即可加盖了二层三层 吴正辉的妻子 吴正辉的妻子患有精神疾病 父亲去世早 母亲年老 两个女儿小都在上学 吴正辉一个人顶着一个家 二零一六年以前 二零一六年以前 种着八亩水稻 还要问亲戚借肥料钱 没有本钱 想多种 也只是想 吴正辉打散工 每个月挣五六百元 勉强管住家里的粗茶淡饭 哎 杀瓜杀瓜 杀瓜 二零一六年 珠港村被评定为省定贫困村 由岭南集团对口帮扶 扶贫工作队挨家挨户走访贫困户 得知吴正辉中了十几年水稻 便鼓励他扩大种植 工作队找来了优质谷种 并且以每亩田支持五十斤复合化肥 作为奖励 这田都是我的 大概六十五亩 扶贫政策鼓励贫困户多种多奖补 吴展辉主动承包起村民的咸田 水稻种植面积逐年扩大 从二零一六年的八亩 到二零一七年的四十亩 二零一七年自家地里晚到收割前 吴展辉通过农机贷款 买了收割机拖拉机 一得空就帮村民收割打田挣钱 有了本钱 吴展辉越种水稻越兴红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种六十亩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扩重到六十五亩 走到这里 要看看炸灰 二零二零年 扶贫工作这个吴展辉 发了三十四包半画的 鸭就对了 看一看你这个 种的农田怎么样 今年 今年现在 农田都可以 农田都撒肥了 嗯 鸭子呢 鸭子是很大的 可以卖了 买那么快卖 一定要养足九十天 至少卖十五块 进入卖是以八千多块钱 鸭子 吴展辉巴望着今年晚到像去年一样 有好收成 再挣一笔钱 装修加盖的二层 经准扶贫入户 教育 医疗 养老 各项扶贫政策的落地 吴展辉一家 每年能拿到一万多元补助 他走路都轻松了 2020年7月 太阳一直很猛烈 廉州市廉漪村朝阳蔬菜基地 玉米快收完了 每天清晨六点 文卫国都来砍玉米截坎 是给我免费坎 玉米也不要了 我每天砍来喂鱼 文卫国在广州当了十几年送榜人 2015年下半年回到老家边一村 老的老的少的少年轻的都出去干活了 土地荒废了 我自己的回来畅业 找农业啊 2016年换届 45岁的文卫国被村民选上了 做曾文乌自然村的村主任 今天早上把玉米杆丢下去了 这块鱼塘两某多是我承包的 好 这块鱼塘 我去哪儿 好 谢谢 这块鱼塘 这个是什么 你要去哪儿 有哪儿 对 对 感谢观看 大王鱼养了两年了 六斤重 15块钱 90块钱 这五年啊 一年比一年好 春春在在都可以看到灯光 好像大城市里一样 像现在国家政治这么好 不愁吃不愁用 只要你努力去干 慢慢的支付起来 让给人家看到有收成 带动那些村民 还有那些有知青年 回来干的 廉州市西江镇携棒村 海拔五百五十米 当地人喊作高山 贫困户苏彩群一家 住在大竹山自然村 2018年11月 扶贫工作队与村梁委商量 提拔苏彩群 担任合作社法人代表 不仅要自己做本职工作 而且还要考虑到整个合作社 有的发展 什么问题 2016年5月 结邦村扶贫工作队第一次入户走访时 苏彩群一家五口 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建的一层瓦房 我一下一次漏水 拿一二十个桶下来蒸 我就是上去搞那个漏水的瓦 我就是在上面掉下来 我两三个月都做不了活 听过来我老公已经病了十多年了 鼻奶 就是我一个人创作这个招 在家里种田 种农活 我一年收育都没有上一万块钱 真的所以好难哦 2016年9月 扶贫工作队成立了 联州市第一家扶贫专业合作社 携蚌村 红雪生态蔬果专业合作社 发展红雪桃种植产业 签线合作社 长期承接 联州威氏乳业公司奶牛厂清洁 绿化老务服务 为贫困户提供工作机会 2017年元宵节过后 苏彩群被合作社录用 无论寒冬酷暑 每天早上六点半 苏彩群准时出发 去奶牛厂搞清洁 下班再到洪雪桃基地干活 就连正月初一都不例外 2017年通过微房改造 苏彩群全家住建了新房 彻底告别屋外大雨 室内小雨的日子 全家的生活焕然一现 在合作社务工 苏彩群一年的工资和分红 加起来超过六万元 下次再来 开始 苏彩群 苏彩群 如果去年分红 幸福还留着呢 还有钱 有钱 还没用 五年用 搞不好用 分红分了三年 每一年都是10000多的 最多的是去年 15520 我40多岁了 不知道哪间都基本上没建过那么多间 真的很开心 就在高山下面 由广汽集团原建 一个半现代化的辅助加工厂 在酒杯镇上拔地而起 2017年一开始建厂 还没建好就来了 上班的就是三分钟的路程 家住在白石村 古河塘自然村的贫困户杨慕荣 对自己能够在辅助厂上班 实在是心满意足 除了社保什么 一年平均下来有两千多块 我54了 抢药我干嘛就就干了 干到退优了 看着甜蜜啊 你看看就饭了 穿起鞋子就是工人 脱了鞋子就是农民了 农货也没丢去 工作两步步 对我来说 来说 在2019年5月17日 当时是50户,贫困户因学制品的现象还是比较多 我的眼睛是清光眼睛的 是这样的,你已经看不到清楚 去哪里的我的女儿批判我 贫困户曾丽宏一家四口人 2013年,老公因突发病去世之后 留下了一座毛坯房和三个孩子 家境清贫 没有钱啊,我都说我的女儿 那不要多说了 做的钱来付了你老太老妈呀 不该训练的东西 2020年7月,大女儿林玉婷初中毕业了 这下的录制中学费有点贵 我自己都心疼这学费了 以后还要交到1520 他刚刚开始说我没有负费 一家四季专业 所以你说要我去开展 你也好方式费 有助学金,有生活补助 加起来就不用加免负担 保持你上学无忧 我小时候比你们还贵 没有这样的专码 我们的土房 我不是读书出来的话 我也没有今天 读出去 最好的一条圈 最好的一条圈 现在过来看一下你 钟声彪在圈说贫困户 让孩子继续读书时 警察会说到这样一句话 一人读书出来 就全家脱贫 这个脱贫是长销的脱贫 他不会把上一代的贫穷 带到下一代 就隔断了计断产地 我们单位的帮扶政策是 在校的贫困生 小学每学年每人500块钱 初中1000 高中2000 中继纪以上是每人5000 2019年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迅速打出这组组合拳 筹集180多万元 对奢维村 围龙村 流动村的小学校园 进行修缮 全面改善基础教育环境 投入40万元 设立教育基金 激励学生 努力学习成才 截至2020年 广东粤菜师傅工程 已经实施了两年 越来越多的农村贫困人口 走上了一条 追寻舌尖上的美味的脱贫负路 维龙村的林伟雄学做乐菜 凭借炖汤这一技之长 让家庭走出了困境 林伟雄一家五口人 有三个孩子 两个孩子在武华县城上学 最小的儿子留在身边 原本家里日子过得宽松 2015年 林伟雄的小儿子 不幸从摩托车上摔下 在ICU足足住了13天 诊断为脑瘫 治理严重受损 四肢无力 陪着他做康复做治疗 足足都医疗都二十多万 负债七八万 为了治病 林伟雄把家底都掏空了 还欠下了一大笔债 一天就是做两份工 从早上八点钟开始取糖 开始放火蛋到凌晨两点钟 才回家 做多一点 家里就负担少一点 来自家确大胜 获胜 连负车 转发 转发 佐治疗 金 可 所 现场炒开了花 从2019年到2020年 钟声标多次向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申请资金 总共筹集了100多万元 为围龙村修建鸡耕路4000米 实现山坑式农田 机械化耕种 面对群众对安全干净饮用水的迫切需求 上一任扶贫队长 最接任的王文超最殷切的嘱托 就是要啃下解决群众喝水难这块硬骨头 多少次翻山越岭 多少次拨开丛林 经过半年时间才找到检验合格的水源 水在哪里啊 这不错啊 这里有水 终于找到水了 书记 好了那么多天 这个水流够大 此时已经到了2019年尾声 王文超迅速向对口帮负单位 广州市教育局申请了专项资金180万元 2020年元旦过后 中心村新建了两个蓄水池 一下子解决了百分之八十的村民用水 好厉害 以前没水洗澡啊 洗了一点点一点点啊 很辛苦 大家听见啊 上面啊 发的钱 走到水池了 水就很大了 现在的水盐很够了 充足了 水又清 越东丰顺县中心村趋水 距离中心村430公里外的 清远市山塘镇 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这里东临北江 水源充沛 历来是鱼米之乡 你看到那个是两三层的 是比较有钱的 营物库的都是瓦房的 贫富悬殊 以六年的时候 年均收入是四千亿下 广州农商银行利用自身金融优势 以低息贷款1300万元 引进农业龙头企业 广州《月望农业集团》来投资 骆永康进驻胜利村的第八天 2017年9月1号 广州农商银行与《月望集团》合作的 第一个大棚基地 骆虎胜利村 《月望集团》以每亩1200元的价格 首先流转圣利村靠近徐广高速的100亩农田 三个月后 大棚盖起来了 种植 辣椒 苦瓜 茄子 菜心等四十多种蔬菜 销往广州 2018年12月 广州农商银行 有追加贷款三千万元 支持《月望集团》在山唐村唐湾村 建设第二期第三期大棚种植基地 唐湾村的159亩种植基地 地势低洼积水倒灌 没有农民赶重 《月望集团》依旧按照1200元每亩的价格流转 通过改良土壤种上了复兮水稻 大棚里 无土栽培种有机蔬菜 废地变身宝地 精准富贫 活为精准 老百姓不好种的地 我们把它收换得重 别的工厂不需要的工人 我们把请过来做为就业 截至2020年底 山唐镇大棚基地 为三个省定贫困村 带来土地租金 164.87万元 带动30人 究竟稳定无功 先后为11户贫困户 发放工资 约76万元 清明市龙田镇杨岭村 后山上 新建了6000平方米戈棚 戈群在笼里扑腾出 阵阵雪白的小浪潮 咕咕咕地叫个不停 现在养了五六千队 一二三四五六个房 四千多队 养了四千五只 一开头是养那个六百队 后来现在发展到四千队 我负责养 白负责香 四千五块钱 保抵工资 一年就是有几十万吧 今年25岁的王子颖 梅州新名人 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 他在得知老家 正在打造肉鸽产业基地后 选择辞职返乡 学习养鸽 王子颖自学编程 设计了一套软件 不久后 鸽鹏就可以通过扫码 来一键更新数据 节约大量人工成本 我们家很多亲戚 就投入到这个行业里来了 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这是我回来的一个初衷 从2010年 陈伟波创立了 陈小哥品牌开始 十年间 陈小哥养殖规模 从三千对增加到十万对 我没有免得我自己干了那么好 哥鹏基地从最初的环碑村起家 扩大到激光桥 阳岭村 碧原村三个基地 总债地面积近千亩 年销量三百万只 陈小哥的红火 催生出了新名歌 把我们陈小哥 打造成中国知名的品牌 就是我们一群人 一条心做这一件事 深山里 浮腾着会飞的人民兵 经过八年持续奋斗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现行标准下 广东2277个相对贫困村 全部出列 一百六十一点五万相对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 贫困湖面貌焕然一新的背后 是一套广东特色的占贫之策 2021年春天来了 山花浪漫 一簇簇一团团 在春天里开变 在阳光下 绽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